吴先生的房子交付不到一年半 他们入住也就半年左右 3月7号晚上 主位地露出现冒水的情况 说是当时马桶也在冒泡泡 这是他家第一次出现反水 那我回来的时候 我看到的就是说里面 就是说有一个烟头 还有就是有一些小的一个细沙 物业上门后说是很难弄 因为冒出来的水溢出卫生间 蔓延到了主卧的木地板 不把问题解决掉 会导致更大的损失 吴先生听了管家的建议 打了114 请了师傅上门疏通 花了1300 后来从这里下去 通了一根管子 5米多的管子下去也通不了 后来他才接起来 用10多米的管子通下去 那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公共的 那公共的问题 二楼以上的所有的住户 你的污水管污水 都是从这根主管道 下到那个我们公共区域的 这个污水不进的 对于吴先生支付的疏通费 当时物业月经理表态 已经找了地产 会从关心业主的角度 适当申请相关费用的减免 吴先生说 第一次出现返水后 虽然物业说污水管是通的 但自己对此存疑 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出现 结果真的发生了 那从3月7号开始 到前天为止 连续就是6次 现在听到水深 整个人精神就紧张 紧绷 然后晚上也睡不好 因为一个月返了6次 真的是动不动就返 动不动就返 人真的受不了 吴先生说 所幸几次返水都及时发现 没有造成大的财产损失 但有几次是出现在深夜 实在太折腾人 现在他家主位地面上 还摆着好几块抹布 他请了通水的过来排查 说是发现了问题点 用电筒照进去 眼睛来看的 说塌陷了 我把那个情况 反馈给了物业跟防修 那他们这边呢 也是用了这个管制通 确实也是通不进去 那我说那你们要挖出来 那他们觉得 那一直一直不愿意挖嘛 上周是我们是 把内窥镜包括我们的汽油 疏通机全部都拿过来以后 外边里边我们全部统一 都通过的 我们只能说是把这个管道去疏通 如果说确确实实有余度 不流水的话 我们去疏通 但是一些 这种你说那个有错成什么的 那我们也是没办法去处理的 我们只能说是找到那个 防修这边 让他们去处理 物业的工作人员说 当时就把情况反馈给了防修 但吴先生强调一直没有接到防修的处理方案 4月3号家里又返水了 他实在吃不消了 强烈要求防修挖开地面 查看水管的情况 我们这边的水管的话 是从二楼宿管直接下来 下来之后呢 通过地下地下车库 横管过来的 接到这个阴井盖 阴井盖呢 那在在这个墙角下面的位置呢 是一个接口 接口里面呢是一个铁柱管子 外面的话是那两根白色的管子 现在是已经挖出来了 发现是因为这边的一个地面是塌了 所以导致那两根管子也塌下去了 导致就是接口处已经 已经就是说只有三分之一是连通的 吴先生的爱人当时询问了工作人员 为什么房子交付才这么短的时间 管道就下沉的这么厉害 是可能是因为下面的电层没有做 相当于那个管道就是中空的 它下面没有东西能够支撑它 吴先生的爱人说 目前房兄买了铸铁管 已经把两根PVC管替换掉了 他们铸铁管接上的时候 是在那个铸铁管下面 用黄砂重新做了一次电层 相当于他们之前是没有把这基础工作做好的 我们现在也担心他们其他的管道的 就是下面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情况 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 接下来他们会用内窥镜 把小区管道全部排查一遍 吴先生的爱人提出 除了排查 还要把管道彻底复原好 并给他们相应的赔偿 我们其实直接损失不多 就是几次通水通了几千块钱 但是对我们造成的精神损失 真的非常非常淡 我们去跟一次一次去催防修 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磨人 因为他们一直没有给予反馈 我们的房租是那个经地 然后物业也是经地 这个房子的话是经地和龙湖联合开发的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不lishedigning Cassandra 就ika杀 gather 推动了 自民 把它们 订阅 在 立 bag 进 quit